解说大师操作影片说明 解说大师画面共分成三大部分 上方为辅助功能区 有轮播、汇入、产品资讯 使用说明四个功能 中间为鉴别诊断区 将类似的治疗方式做整理 让病人快速了解不同治疗方式的差异性 下方为动画汇诊区 所有动画依照大类做区分整理 可让使用者快速点选需要的说明项目 辅助功能区汇入功能说明 点选汇入功能 选择档案需汇入的类别 确定后再点选汇入按钮 Pay的使用者 出现汇入提醒 此时需请您移动至PC前打开浏览器 输入汇入提醒中第一点的网址 即可进入上传网页 注意 Pay的与PC需在同一个WiFi网络下 才可以使用此功能 不支援手机网络做传输 选择您要上传这Pay的的档案 上传完成后点选结束 即可在Pay的端看到上传的档案 PC使用者 点选汇入后 直接将电脑内的档案加入即可 注意 预汇入的档案需事先放在 已经安装解说大师的电脑中 也可以加入影片档 辅助功能区轮播功能说明 所有影片轮播 可自定预随机播放的动画 及您汇入的影片档 使用所有影片轮播功能前 需点选设定功能 选择需轮播的项目 构选完毕后 点选储存及完成设定 点选所有影片轮播功能 动画会依刚才所设定的随机做轮播 停止轮播 点选右下角返回即可 类别影片轮播 不放鉴别诊断中 子类别的动画一次 点选家庭牙科 牙齿柱到神经怎么办 动画会从左至右依序播放一次 点选类别影片轮播功能 停止轮播 点选右下角返回即可 鉴别诊断区说明 针对相似的治疗作归纳整理 以体温的方式做类别区分 更加贴近实际病人的状况 点选右下角有播放牛的图示 即可播放该动画 跳出播放页点选右下角的返回即可 动画会整区说明 将软体内所有的动画 依照牙科常见类别做分类 点选大项即会出现相关的治疗项目 黄色字体代表目前使用者所在的类别页面 每个类别皆有一个名称为其他的资料夹 可供使用者自行汇入需要的档案 点选项目后即直接播放该项目的动画 播放动画的页面可以选择暂停停止 也可以在动画播放时点选画笔模式 针对治疗重点跟病患做说明 可清除所有绘图功能 退出画笔模式 点选返回则会离开全荧幕的播放页面 右方为该治疗项目的内容 每个项目都有搭配一部动画 及一份治疗说明单章 若使用汇入功能将档案汇入到此项目 也会同步显示 长按项目会出现细部功能 可以email 调整位置及删除 注意 动画不能email给病人 但解说单章及自行汇入的档案可以email 注意 软体预设的档案不能做删除 但自行汇入的档案可以做删除